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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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YouTube界或者说是 Cinematography界 裡面有几个人是像神一般的存在 就是当你看到他的作品 你就会完全被他们启发 然后你会赞叹 就是他们到底怎么拍出 这种东西的 如果你是新来到这个频道的朋友 我是Jason 那今天的影片的主题就是 想学摄影你一定得知道的三个YouTube频道 那大家要注意一下喔 这里的摄影值得比较像是拍片加录影 这个部分 那至于拍照的话呢 我之后会再做一部影片跟大家讲 我自己最喜欢的摄影师 那我们来到第一个 那这个人呢他算是我心目中的神 就是他在我心里是最高的等级 他是一个启发我最多最多的人 就是 夸张一点来讲 如果我现在当面见到他 我可能会直接 哭出来 那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Peter McKinnon 我想如果你是已经有follow他的人 或者是已经follow他一段时间的人 我想他的影片品质应该不用我多说 他是唯一一个就是YouTube一出片 我马上会暂停手边所有的事情 然后点开他YouTube去看的人 而且不管他的影片多长 我都会把他看完 他在vlog加 filmmaking界 应该算是最高等级的存在了 你可能会说vlog界还有Casey Mason 但我对我来讲他比较偏向vlog加 storytelling的部分 比较没有像Peter这种vlog加那种b-roll啊 加一些cinematography filmmaking的那类型 Peter除了影片本身的品质很高以外 我觉得更吸引人的是他的人格魅力 就是我这么讲好了 假如说他的影片不管是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甚至四五十分钟 我都会一分不漏的把它看完 然后甚至一秒都不快转 就是当他在讲话的时候 你会不由自主的被他吸引 他的正向他散发出来的那种能量 你就会被他吸引住 他就是可以把一件看起来很无聊的事情 然后变得非常有趣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集他是在整理他家的车库 然后他那集前半部分完全就是在整理车库而已 但是他把它变得超有趣 拍得超好看 就是我不由自主的就把它给看完了 而且那部影片还有 我记得几十万人观看吧 反正就是很好看 这样你就可以知道Peter他的人格魅力 到底有多厉害 而且我觉得他更难能可贵的一点是 他的影片永远都在不断的创新 就是他永远可以就是surprise他的观众 我每一次看他影片我都会 这是什么鬼东西 而且加上他非常非常的会说故事 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说故事之王 然后他的影片从脚本 故事运镜调色就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几乎完美 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他的那一部 The mountains won't remember me 就是我上一部片 The mountains don't know who you are 就是参考他的影片 就是你可以在我的影片里面看到浓浓的Peter M. Cannon的影子 然后我会把影片连结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还没看的人可以进去看 看完之后再去看Peter M. Cannon的The mountains won't remember me 你觉得我保证看完之后一定马上按一下那个订阅的按键 第二个我们来到Sam Coder 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拍摄电影感 然后也喜欢看这类型的影片的人 但是你不知道Sam Coder的话 你真的要检讨一下 Sam Coder应该算是把Tele and Orange这种调色方法 发扬光大的人 再加上缩放短场 LumaFate Hyperlapse 还有后空翻 还有他玩空拍技术技术真的是 他说第二没人敢说他自己是第一 我还记得我自己看Sam Coder的第一部影片是那个My year 2016 然后各位知道自此之后 就是所有YouTube上面的那种My year系列整个爆多 My year 2017 18 19 20 就是超级多 就是这算是Sam Coder开启的一个潮流 重点是我记得Sam Coder好像也才24岁左右 算是非常年轻 然后为什么我会 我的标题是打YouTube频道而不是YouTuber呢 其实原因就是因为Sam Coder我不认为他是一位YouTuber 因为他很多影片都没有开盈利 因为他的那个音乐都是有版权的 然后我想必他是没有开盈利的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把YouTube当成一个作品分享一个 一个兴趣吧 然后再加上他也没有花多少时间在经营他的YouTube 所以他的一部影片 你少说要等个三个月到半年 甚至一年 你只能祈祷他 没有把他的YouTube频道的密码给忘记 你才能看到就是那些很屌的片 他现在基本上都是好像是到处旅游 然后接按拍摄吧 就是我没猜错的话 然后我建议各位可以去看他的那个 Hey Tim 内部 我真的觉得是 你从头到尾 你会惊讶到嘴巴合不起来 我真的保证 我跟你保证 然后他有个女朋友叫做 好像叫Chelsea 就是他也是一个蛮厉害的摄影师 他都是拍比较海洋野外类型的 如果各位兴趣的话可以去follow他 最后我们来到Daniel Sheffer 他跟我前面提到的那两个不太一样 他的影片比较偏向那种商业广告类型的拍摄 台湾其实很多人都模仿过他拍的一部片 就是而且我自己也模仿过就是这部 他的影片多数是那种 Behind the scenes 就是BTS的部分就是 教大家就是他的幕后他拍摄一些广告的一些手法 然后他都会教一些比如说灯光怎么打灯 然后一些素材的摆放啊一些拍摄技巧 还蛮多的还有一些调色的影片 如果你是一个偏商案类型的摄影师 我想他的频道可以给你很大很大的帮助 但是他比较没有像Paul Vlog 或者是像Sam Coder那种电影感的影片 但是他的B-roll跟运镜真的是出神入化超厉害 好那以上这三个YouTube频道呢 是我自己认为非常非常值得订阅的 从那种Vlog加Filmmaking的Peter McKinnon 到电影感大片Sam Coder 到那种商业拍摄型的Daniel Sheffer 就是一次为你们准备了三个各种不同类型的YouTube频道 如果你是个新手刚开始学习拍片的话 我建议你先看看他们三个 然后再找出自己喜欢的风格是什么 这里面其实我最私心的 里面也看得出来就是Peter McKinnon 我真的是超级超级爱他 你在我很多影片都能看到他的影子 那YouTube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很厉害的Filmmaker 比如说像是Ben TK 然后JR Ali 都是很厉害的Filmmaker 但是呢 爱于篇幅跟就是 我觉得这三个已经是我 精挑戏选万中选一出来 很适合大家看的一些Filmmaker 那如果你们对摄影录影就是拍照 任何东西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我是Jason 我们下次见 Peace BOOM BOOM 请您和感谢观看